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那这样小女孩给管理局的信件有被接收吗? 当管理局收到来信后 主任梅耶达不但回了一封正式信件 也附了一个宠物吊牌 上面写着 甚至还送马德琳一只白色毛茸茸的独角兽娃娃哦 梅耶达称赞马德琳愿意为宠物负责 相当具有宠物主人的积极意识 并要求独角兽必须曝晒在足够的阳光、月光和彩虹下 每个月至少需要擦亮她的脚一次 每周至少要喂一次西瓜哦 我想马德琳会做好照顾独角兽的责任 给独角兽一个充满爱与欢乐的环境 做一位优秀的主人 那接下来让我们借由这则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独角兽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 Kelly's birthday gift was a unicorn Kelly的生日礼物是一只独角兽 Kelly's birthday gift was an unicorn 第二个单字 信件 letter Bella is writing a letter for her husband Bella正在写一封信给她的丈夫 Bella is writing a letter for her husband 第三个单字 环境 environment 环境 environment We must take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保护环境 We must take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独角兽 unicorn 信件 letter 环境 environment 那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